生活需要美食,美食点亮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御膳房美食生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我喜欢的三文鱼的简单又好吃的方法 三文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 被称为水中珍品,黄金食物的鱼 上好的三文鱼是有着隐隐流动光泽的 肉质富有弹性的鱼 因为我有个进水楼台的条件 所以可以常常吃到非常优质的三文鱼 这一回也是一条鱼我留下一半 另一半送给了朋友 这位懂美食的朋友总是说 我送他的三文鱼是他吃到最好吃的三文鱼了 现在是要把这长长的鱼的一个侧面 切成几段以方便储存 通常的第一吃我是要吃生鱼片的 鸡是饱满,鱼油风云的肉质 切上一大盘吃个够 那种鲜香又入口即化的感觉真的很过瘾 第二吃,今天我要煎着吃 做个煎三文鱼吧 鲜美的食材不需要更多的调料来破坏它的原味 先把三文鱼切成厚厚的片 然后在两面撒上盐和黑胡椒 放置15分钟 众所周知,三文鱼富含Omega3 维生素E,D等等 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健康元素 锅中放入一小块黄油 黄油融化后,把鱼放入锅中 用中火煎至两面微黄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人们之所以对三文鱼有着如此高的评价 是因为它具有着抗癌、酷炎、戒脑 以及预防心血管、糖尿病 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功能 它可以让人们在饱了孔福的同时 又得到了健康 真是一举多得呀 加拿大出产三文鱼 超市里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 为了身体健康 不妨一周吃上一两次吧 鱼煎好了,可以装盘了 好香啊 美味也如此简单吧 你看,我用小红萝卜做的花 来装饰煎好的三文鱼 这不是会显得更加诱人呢 我的第三吃准备下次红烧三文鱼 你也喜欢吗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关注我的预设访美食生活 咱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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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